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不得不去做一些妥协 那当然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必须也面对一些妥协和选择 那我尽量的是让自己输 不再太想委屈自己 就是会让自己更自由一点 比较随性的状态 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不喜欢的人 我也可以不说话 就不用再去做一些需要去维护的一些东西 更多的是倾听自己的声音 我喜欢跟这个人相处 我喜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有的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待在家待几天 自己宅着也不出门 躺在沙发上晒着太阳 喝着咖啡 看着我最爱的片子 听着我最爱听的歌 有的时候也和胡同朋友一起在一起喝酒聊天 唱歌都可以 所以对于我来说每天都是完美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在随着自己的心走 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头疼这件事情 但是这么多年我也和解了 就是也别跟自己拧疤了 就像你说的 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完成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何必再拧办呢 爱咋咋地吧 反正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拍好我的戏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我不管了 其实粉丝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群体 虽然是具体到每一个人 但是谁是粉丝 谁不是粉丝 你不好说 所以我老是爱称就是说是影迷朋友 对吧 大家还是要通过作品 认识你喜欢你的 最好的交流 最好的互动 就是你们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也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互相不打扰 我们通过作品去交流 对吧 我拍了新的戏 你们爱看 你们开心 我也很满意 这是最好的方式吗 好人吗 你首先是个好人才能成为好演员 谁都爱听夸你的话 但是说实话 有些夸你的话 自己还是得自己心里有点数 有些夸是真诚的 有些夸未必 我觉得我优于别人的地方 我是一个有心人 我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 我知道该怎么从别人身上去找他们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短板 尤其是干咱们这一套 为什么说老天爷少饭吃 真的不是给你这个外表 让你觉得你漂亮 你帅 是你对表演艺术的一种灵性和一种感悟 这是天赋 这个东西 你就是读中系 读北电 你都是教不出来的 中系北电教的是方法 除了天赋以外 你还得去学习 还得去读 你跟优秀的演员合作 你一定要善于从优秀的演员身上去学习他们的优点 才会让自己成长得越来越快 洗澡的时候 那下手道堵了 这头发都 今年再过几个月我就 四十了 其实很多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在一些很细微的 或者说是不太为外人所知的一些方面 我自己感受到我在改变 很多以前想的不太透彻的 看的不太明白的 或者说很多迷惑的地方 到了四十就不惑 就是慢慢的你会对这个世界 对人生 包括对感情 对生死 你可能你会有了新的认识 或者说有了更深的体会和理解 而且包括我的兴趣爱好都在改变 我三十岁以前我从来不会去关心实证 关心社会世界 我觉得那些离我好遥远 那会可能就只关心怎么吃喝玩乐 年轻嘛 但是三十岁之后到四十岁这十年当中 我觉得我一年一个变化 一年一个变化 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时间 让人成长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 造对于我来说好像已经不太适合我了 我毕竟也造不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状态也会有改变 而且我特别讨厌别人会拿年龄作为一个资本 跟你去谈 我多年轻 我年轻 我比你年轻 然后这种我觉得特不了这种话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就回他一句 我说年轻怎么了 有本事你年纪大一个 谁没年轻过呀 所以我觉得对于年纪这个东西 我没有太多的交流 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认为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不同年龄段的魅力 我虽然不那么好看 但我会那么好看 这两年疫情的原因 让我对人生有了一些思考 其实人真的很无常 虽然是一句鸡汤的话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瘦 我每天把自己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去握 尽量不让自己有遗憾 2022年希望 洗澡的时候下个导飘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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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